今年干啥最赔钱 教培 养猪 盖房子 3加2红线掐断了房地产企业的货币来源 住房公平又掐断了房地产的想象空间 地产行业可能正在经历一场21世纪最大的危机 但是没有完蛋的行业 只有完蛋的企业 地产行业必须活下去 它也一定能够活下去 只是说可能整个行业的经营逻辑和投资逻辑 都会发生深刻的改变 那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 你不管是买房子还是做投资 都会受到这个改变的影响 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在变局之后 房地产企业的财报要怎么看呢 集合刚刚发布完的中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房地产企业的财报 到底重点看哪些东西 第一眼呢应该先看负债率 因为它决定着这家企业会不会被政策压垮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新闻说什么 震惊某房企负债率超过了90% 说的好像就跟它马上要破产了一样 但实际上呢 他们的负债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比如说万科中报里面显示 它的负债率是81.4% 乍一看这么高啊 但其实呢 它的这个负债率是拿总负债 除以总资产来算的 而在总负债里面 其实有一些科目并不是真正的负债 其中有一个科目叫做合同负债嘛 万科的合同负债高达6942亿呢 光这一块占了流动负债的50.3% 保利地产呢 也有4425亿 占了流动负债的55.4% 你要搞清楚什么叫合同负债 其实呢 你完全可以把房地产企业的合同负债 就理解成是预收账款 代表着已经收了钱了 但是房子还欠着客户的没有给 也就是说呢 这个合同负债要是越高的话 就代表着这家企业的销售景气度越好 造写能力越强 它应该是一个正向指标啊 但是由于放到了负债率里 就变成坏人了 所以呢 我们看负债率要把这一块抠掉去看 有一条红线就是 把合同负债抠出去以后 负债率不能高于70% 那么在剔除掉了合同负债以后 万科的负债率是35.6% 而恒大是88.5% 阳光中国是76% 所以你看这个指标 是能够明显的反映出 不同的企业在杠杆风险上的差异的 但是光排出风险不够啊 还要看一下企业的成长能力怎么样 这里呢 就看三个指标好了 第一呢是拿地销售比 指的是在拿地的时候支出的金额 和合同销售金额的比例 比如说某家房企 拿地花了886亿 合同销售了3544亿 那它的拿地销售比就25% 现在据说拿地比是不可以超过40%的 但这个指标绝对不是越低越好的 因为拿了多少地 决定着你未来有多少房子能够卖嘛 所以呢 我们要找到就是那种 拿地比不能到40% 但又不要太低的企业 第二呢是可以关注一下 在建物业和落成物业的比值 因为它反映出来的是企业的周转能力 第三呢是看一下企业有没有科技属性 比如说有没有建筑机器人等等 如果有些硬科技的话呢 不但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力 也能够给企业的估值 带来一定的想象空间 那刚才说的这几点 主要是给那些不熟悉地产的投资者分享经验的 如果您是个老玩家了 我也给您提个醒 财报里有一块内容 以前可能不用怎么看就瞟一眼就过去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它会变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这部分就是社会责任 在共同富裕的导向下 赚取了社会财富就要承担应有的责任 比如助力共同富裕 助力乡村振兴 助力健康中国 助力碳中和等等等等 反正总体来看呢 我感觉这个地产行业的转型方向 咱们完全可以把它总结成一句话 那就是 以前是为社会创造货币 以后呢 要为社会创造价值